我们在练习轻功的时候,一掌握的是力学和速度 在用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应用丹田之气 也就是在我们跑墙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出气 你出气,你就泄了,你就没法往上走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练习轻功呢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习 应该都要这么多年的时间才行 所以我想我还是不选择练习轻功 想要把剑 上步 是 反而我其实想在拳术和剑术方面 落多点苦工和时间 反复做 没事 没事 应该可以 是剑的问题吧 由于你的那个没放松 发剑的时候这个剑打不了 剑接上面来 那我能发上来 发剑的时候要松 再来一次 就发裂的时候要松 到达上稳 剑不能抖 再来 这是武当七星剑 武当七星剑也是一套古剑法 那武当剑呢 它是源于道教的科义法式活动 从这演变出来的 那武当剑也是天下文明嘛 少林棍武当剑 剑如游龙 剑的特点就是非常柔软 像龙一样有种 它柔软是随身的 人间合一 最高经验就是人间合一了 其实我现在 学了一些七星剑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啦 那我发觉它的剑方面呢 很讲究这个经历 就是那个功底 换言之就是说 譬如刚才一些 譬如刺剑 它一定要刺出声 这样才可以 感觉到我们的竞力呢 由这个脚 腰 肩膊 手肘 手腕 传到剑尖 你看 我之前呢 未学那时候呢 最多这样 这样 那些力量停顿在身上 但是经过道长 刚才指点呢 刺剑这一下呢 是可以将竞力传到剑尖那里 这下 厉害 E 还有刘剑 我现在初步 我学完之后 我发觉 如果真的要和人对阵的话呢 那个取胜的地方 关键反而在一个步法那里 因为他刘剑 他不是就这样定在这儿刘 他一定要配合起步法 一路走一路刘 这样才行 李家希望可以在短时间练好步法 但是欲速则不达 距离武当劍要求的灵活 轻巧 仍然有所距离 其实师傅都是教了一些很平衡的东西来的 我想都是武当劍法里面的九后一步的东西 所以我都未完全可以掌握到真正的东西 因为这个武当劍法 我会觉得可以再学多些 但是始终如果我就是学这几下 在十字方中 我想应该是不足够的 师傅 你能不能教我一些就是 武当劍法里头的一些比较 实战性强一点的招数呢 可以啊 其实天间里面的很多招数都是能够用的 然后我跟你试一个 比如你一届次过来 是不是 对 对 你看看 对 这都有用的 武当劍法的打法都挺特别 他除了剑之外 他还加上脚啊 好多东西配合 好灵活 好灵活 再来 再来一次 您又是怎么难道的呢 我看啊 再来 我是 嗯 我是懂啊 哦 我的困理招 这难件 重量很大 是不是 都不用怕 是吧 很大的一些一些攻击 对 对 我再一次 对 对 对 你再踢 再踢 哎呦 呀 嗯 是啊 好 这招式 是那个 变化 嗯 因为之前自己也有玩兵器啦 但永远都感觉上好像有点停滞不前 可能就是差在那个灵活变化那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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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神隻噩 神隻噩 是 下腿很痛 是 練舞的人 其實以前 一些武術家 在學武之餘 最重要就是 要學他的武德 因為這件事是真人 如果你沒有武德的話 一味只需求 力量那種強大 你就會慢慢迷失 反而最後 讓武術控制你自己 所以 這個時候 就一定要找一些東西 去平衡自己 陳道長就教我 學武當的功夫 就要 跟其他人 一起練打坐 因為 內加功夫 在練你的武技之餘 還要透過打坐 幫你修心養成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既然來到武當 我們都希望 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套路裡面的一些招式 在實戰當中 或者是一個 技技的交流裡面 用出來 另一方面 又是我們自己 本身 有我們自己本門的 根底的功夫 希望在交流的過程 又嘗試用我們的功夫 對他們的功夫 會是怎樣呢 想到你不打 對不起自己 沒錯 於是 歐錦棠 李家 就去準備他們的 終極一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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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